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可能会是未来中超影员的主要挖角方向 卫山现代在夺得亚冠军之后 队内的K联赛和亚冠双料精靴如尼奥 已经基本上确定将加盟中超升班马长春亚太 除此之外 根据足球报的消息来看 卫山现代的另外两名外援挪威中锋约翰森 和荷兰中后卫布尔修伊斯 也正在跟中国球队接触 队内的左边峰金银城以及31岁的韩国国脚后卫金太幻 也跟中国联系到了一起 甚至包括球队的主教练 在带队夺取亚冠军之后 这位合同到期的主帅跟青岛黄海一直在接触 双方牵手的可能性不小 如此一来 卫山现代的冠军阵容这一下恐怕要被挖空了 其实这样的现象实属正常 中超联赛在现新之后 不会再看到曾经花钱如流水的场景了 毕竟欧洲联赛的顶级球员不会再跟中超牵扯到一起 毕竟薪水无法满足的情况下 是挖布来这些大牌球员的 未来中超的影员方向 必然是性价比高的物美价廉球员 而在韩国和日本两国联赛 证明过自己的外援 是最直接的目标 这些球员已经适应了亚洲足球 并且在日韩的赛场上展现出了一定的实力 这样简现成的符合影员的利益最大化 包括澳大利亚的一些球员 也很可能是未来球队的目标 在中超现新的情况下 日韩澳三国的球员 包括在三国联赛效力的外援 都会是中超球队紧盯的目标 除此之外 在南美赛场逃换一些性价比高的外援 也将会是中超球探操作的主要影员方向 所以说 卫山现代出现这样 被挖空的情况实属正常 他们也只是开头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球队会被挖脚 中超的现新 逼得俱乐部不得不做出这样的改变 对于日韩澳三国来说 有些狼来了的意思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